猪血不要再和豆腐一起麻婆了 跟大骨一起煲汤 暖身又营养 新鲜的猪血冷水下锅 用最小火慢慢焯熟 捞出切成厚一点的快备用 大骨加面粉 面肥有吸附作用能很好的清洗掉杂质 多冲洗几遍 洗干净后放砂锅 一次性加满水 再放几片浆去腥 透盖炖煮一个半小时 加猪血 在大火煮5分钟 盐胡椒粉调味 枸杞香菜点缀 大冷天能喝上一碗手饺都会热乎乎的